前段时间,迪士尼公司释出了一版真人版狮子王预告片,网友们瞬间炸锅。 因为不但有逆天的特效,而且竹针还原动画片的版本,简直是童年回忆的甜蜜暴击。 片段中的小型巴被网友戏称,这简直是大型新猫现场。 这只小橘猫太可爱了,其实在动画版狮子王中,这个镜头就曾温暖过很多人。 在影片供应前,制作方找来了数位刚刚生产完,还在哺乳期的妈妈, 共同来观摩这个部分的设计,看到妈妈们发出惊呼,被小狮子萌化的场景, 他们就知道这个镜头一定是成功的。后来这个镜头果然成为了经典。 对于迪士尼公司来说,经典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它制作的动画片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时过境迁,这些经典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成长, 迪士尼中善良的小公主们,聪明的阿拉丁, 机智勇敢的人缘泰山,温暖的贝·麦克斯,成为小时候我们心中的超级英雄, 一点都不比蔓延在我们心里的地位低。 而现在,迪士尼的《风神》的动画片也是层出不穷, 只要片头出现这个城堡的标志,就代表了过硬的品质。 对于喜欢动画的朋友来说,迪士尼的动画经久不衰, 不管刷多少遍都还是能够让人生出不同的感悟。 所以今天,望迁奔就来带大家看几部经典动画, 同时为他们配上不同的酒, 下次再刷,记得端上一杯酒在《窝仔沙发》中看电影哦! 2012年11月2日,《无敌破坏王》Rack It Ralph, 为什么先说这个人? 因为《无敌破坏王2》,大战互联网正在热议, 很多人需要回忆一下1,再去看2才能接得上。 这一部动画片讲的是游戏中的反面人物, 《无敌破坏王》,他一直不被自己游戏中的居民们喜欢, 大家排挤他,因此他没有朋友, 一个人住在垃圾堆里。 但他不想再做坏蛋了, 想做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 让大家肯定他喜欢他。 他想尽办法却不断生出麻烦, 甚至脱离职守进了另外一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他遇到一个同样被孤立的小女孩, 两个人从敌人成为朋友,互相帮助成长, 帮助这个小女孩完成梦想并打败大boss的同时,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坏人只是某些时候必要的设定, 只要善良地去帮助别人,做好事,就会受到别人的喜欢。 与心有猛虎,信秀强威的破坏王属性差不多的, 应该就是试桃啤酒了。 试桃啤酒属于黑皮, 普遍味道比较重, 属于比较酷的一种类型, 但仔细品味, 回味无穷。 刚进嘴的时候非常苦, 慢慢顺舌尖滑入喉咙, 浓郁的咖啡香味在喉咙中盘旋奏鸣, 最后留下一丝香甜。 酿酒狗啤酒, 2013年11月27日, 冰雪奇缘。 Frozen, 这一部电影是5至10岁小女孩Coff海行榜的NOE, 之所以位居榜首是因为主人公真的很漂亮, Other和Emma姐妹亚的颜值令人羡慕得要死。 影片讲了一个出场自带冰冻技能的超级英雄Other, 如何在众人的帮助下学会控制技能, 并用技能帮助别人的故事。 很好概括, 但其中的深意却值得回味。 人力出生不一定是完美的, 很多天生有缺陷的小朋友因为自己和别人不同而感谢, 不自信甚至觉得自己是个怪物。 Frozen用童话的形式告诉孩子, 大人也可以, 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自己的错, 只要正是缺陷甚至把它变成自己的特色或者优势, 不但会更加自信, 也许还会帮助别人。 这样温暖的故事, 当然要配甜甜的酒。 林德曼啤酒是非常著名的果味啤酒, 酸甜适口, 酒量差的女孩子也可以喝。 一共有六种口味, 真正加入了果汁在里面, 麦芽和果味混合得恰到好处, 入口是浓郁香甜的水果气息, 最后在喉咙里凝聚成麦芽的味道, 温存美好。 林德曼啤酒, 2017年11月22日, 学梦幻游记。 Coco, 汉语的翻译怎么都感觉少了点情怀, 所以望千杯更习惯叫他Coco。 开头本以为是个追求音乐梦想的电影, 没想到在讲暖暖的亲情。 故事围绕墨西哥王灵节展开, 这个传统节日是沟通阴阳两界的渠道, 因为家人反对米格学音乐, 所以米格想在王灵节这一天找到曾经的音乐大咖, 也是他去世的太太太爷爷德拉库斯,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结果事情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流浪汉埃克托才是他的太太太爷爷, 德拉库斯窃取了埃克托的鞋给女儿可可的音乐作品, 不但将埃克托杀害还令他背上了父亲汉的罪名。 米格帮助台太太爷爷得到了家人的谅解, 最终他明白了, 自己的爱好如果会给家人带来痛苦, 那也是一文不值的。 是一个有点悲伤气愤的电影。